好 来 丽将军讲一下那个缅甸好不好 蛮特别 你看到南部战区 今天又公布 其实它的好多好多 包括这个解放军 好多公众号同步公布 从今天开始 解放军的陆跟空 陆军 空军 都在这个缅甸边境 这是中国的那一方 进行了空防士兵实弹演习 要检验什么侦察预警 立体这个封摆 还有警示驱离防空打击的能力 那其实在4月2号 刚刚3号就已经有 然后11月25号也有 所以短短期间 就是2023年 去年年底有一次 这样距离上一次还不到 这个再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所以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 连续三次到底为什么 其实我特别要讲 缅甸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多山的地形 我们讲滇缅边区 滇缅边区 大概就是这种多山 多山就很容易形成 多谷的自己的势力 中央政府就不好全部去管理 所以我们看到缅甸一直是很多 而且它这个山很多的地方 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中央山脉里面 这个原来原住民有十大族一样 这各自成立一个自己的文化体系 各自有各自的族 所以缅甸这边来讲 它的族群本来就很多 它各种民族都很多 然后这些民族来讲 各自有各自的文化 各自的想法 其实它们不见得是很团结 然后完了以后就变成什么 变成所有各族自己 就独立成一个军头 中央政府没办法管到这些地方去 它就各自成立军头 所以我们听到缅甸经常听到什么 若开帮 什么克钦帮 国感 什么很多个帮 谭帮 很多个帮 然后各聚一块山头 各自有各自的势力 那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我特别要讲 这几个族里面 其实不是全部都是亲中的 有些是华人的族意 有些不是华人的族意 有些它是仇中的 这必须我们必须要先讲清楚 所以当有些仇中的这些族群来讲 它为了自己利益来讲 它不是光跟缅甸军政府对抗 它也不见得认同你 这个中国这边的军队 尤其是中国如果在这个地方 要开发要建设来讲的话 它会给你搞破坏 或甚至于会对你恐吓威胁 造成你在这边的投资 会对你的公民实施这种 这个打击 或造成你的伤害 等于有点像恐怖分子 因为各族各族你不好去同意 每个族有每个族的想法 那中国来讲的话 它在缅甸对它来讲又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脚飘港 或者中缅油气管道 或者是玉石的开发 或者木头的开发 甚至于将来矿产的开发 对中国来讲 是很重要一个自然的资源 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对缅甸它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不会干涉你的内政 但是你们这些军头来讲的话 这些各邦也不能够危害 我公民的人身安全 或者是影响我在这边的投资 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 不断在这个边界实施军演 其实我必须要讲 它这个军演目的是 威责这些各邦 没有针对哪一个邦 也没有针对是 它没有要帮哪一个 也没有要帮缅甸军政府 也没有要帮国杆 或者是帮克基伙干嘛 那之前它以前对付国杆 是因为那几个诈骗分子 侵犯到了中国的权益 侵犯到欺骗了诈骗了 中国人民的钱 所以他才出兵去收拾他们 然后叫国杆军政府 把这些诈骗集团收起 这个人头搅出来 这些诈骗分子交出来 当这些人交出来之后 后续来讲的话 中国对这些地方就是 我不犯你 你也不能来犯我 那你也不能去干扰 我在这边已经既有的 不管是经济上面投资 或者既有的建设投资 你都不能做任何干扰 因为是脚漂港那边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签了合约 那是你政府跟我签了合约 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自由贸易区 是我预定在这边投资的 那你们自己彼此各方之间 怎么打 我个人来讲是没有 我们中方来讲是没有意见 那为了表示政贺来讲 他就必须要做一些演习 就我有这种实力 所以这个程度非常密集 你侵犯到我的话 我虽远必诛 我一定打你 所以他这个演习 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帮 或者是哪一个政府或干嘛 不是 他也不是要帮哪个帮 也都不是 他纯粹就是你谁弄我 我就打你谁 那我现在演给你们看 因为里面也有一些 美国的势力 美国所扶持的一些 还有印度的势力也在里面 他们有些是亲印度的 有些亲美国的 有一些军政府 其实我觉得这国家很乱 那中国讲得很明白 就是我不干涉你国家内政 但我想补充讲一下未来城 我觉得未来城牵扯到什么 是未来一定两件事情 一定用得到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未来世界一定是AI的世界 所以华为的5G一定会进去 这未来城 还有一个是绿能的世界 所以中国来讲 他现在不管我们新三样 就是离电池干净的能源 太阳能这些电动车 可能都是他除了基础建设之外 他在网路AI方面 一定是用华为的系统 一定已经进来了 那另外在绿能方面 也一定这些系统也已经进来 所以他未来的规划 我们可以有一些期待 就是未来人类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不对 他不管是在用干净的能源 维护世界温室的保应 或者是说未来的科技发展 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刚刚委员讲到 雄安新区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具象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雄安新区的很多设计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未来感很强 好来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讲到 这个大陆高铁 因为他他这个素材上改良了 他用了这个美合金等等 所以变轻了 那讲到美呢 韩兵你看一下 那欧洲才开发美矿的部分 其实是很有这个警觉心 那其实主要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全球供应链的破坏 那这一破坏是谁遭殃呢 金融时报就报道嘛 这个罗马尼亚 现在就开放了一个 本来这个美矿开采 其实很麻烦啊 都已经废弃了 有没有 那现在呢 要重新开采 三年之内 要这个十亿美元 主要就是要减少 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依赖 那它大概是 2027年才要重启 三年之后 九万吨 其实也还好 大概可以供应 这个各国供应量的一半 全球产量的9% 那当然美啊 汽车啊 飞机啊 都少不了 你看中国已经平平平平 人家高铁都已经开到了 400公里 它才开始要去开采美矿 所以 其实这种东西 欧洲已经讲了很久了 对 我记得他们十几年以前 就已经在那边大声疾呼说 这些不管是 就是一些贵金属啊 或是其他的这些 这些东西 他们要自己来开 对对刚开始的时候 就到现在为止啊 但问题都喊啊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喊一喊 发觉你自己真的洗头洗下去 那个是天价 你要投资非常非常多 然后你还要再去培养 一批人力 然后一批技术 然后后面的生产线整个出来 然后你出来之后 你的价钱还比跟中国人买贵 一定的啊 那一定比他贵啊 你知道吗 你想你知道的事情啊 因为你是从头整个开始弄了 你怎么可能比人家便宜 那你们的人工啊 其他相关本来就比人家贵 所以他每次想个半天 话一想一想不划算算了 还是买中国人比较快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现在因为这一次 整个世界局势不一样 他们又开始想要去弄 可是他说三年内投十亿美金 听起来好像很大 十亿美金其实还好 所以我都怀疑 你就是打假球吗 我觉得他也不是打假球 他们是真的有心想要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 他们可能到最后又会胎死腹中 也就是评估到最后 我觉得很麻烦 而且不要忘记 罗马尼亚的政治局势 没有那么稳定 你在这个地方做大规模的投资 到最后一下发现怎么占货 你就全部泡汤了 这个东欧这个地方 一直都不是很平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们 他们到最后还是会去仔细评估 你包括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 你要知道 接下来乌克兰假设这场战争 到最后的结果是 乌克兰现在已经开始有崩溃的趋势出现 对 真的是崩溃 所以乌克兰如果一旦真的出现崩溃的趋势 谁敢在东欧那边做大规模的通知 大概只有俄罗斯敢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欧洲这些国家要去考虑的啦 所以计划一定都有在计划 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是最大的麻烦 所以他压在2027年 2027年会不会这个俄乌战已经结束了 2027年我觉得这个战争应该至少告一段落了啦 他你要你想想看现在这种状况 你要乌克兰再撑个三年 那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他们现在讲到三年 乌克兰现在已经下令 他们在战场上的士兵 本来三年服役完就可以回家了 现在是不准回家继续打 他现在对在前线的这些士兵来说 他现在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重伤 另外一个就是被抬回去 那请问一下这个士气不会崩解吗 我觉得这个战争再打三年 真的对乌克兰人来讲是太要命了 不要再玩这种东西了 逃兵越来越多